王四方和文谦他娘 是他自小带大的 那感情同其他的王家后辈 自是不一样的 姨婆 这话我可承受不起 真娘连忙得道 真娘同意去 倒不完全是因为王姨婆的拜托 更重要是之前 胡王两家人大闹义后生前庄 说实在的 也是激怒了他 这个时候 他自然也要帮着罗大哥分担一点 不过姨婆 必要的时候 还得您在背后给我撑着 真娘道 王姨婆主要是因为王家人的身份 直接出来主持的话 容易引起攻击 但她的资格摆在那里 王四方和胡适 又一向拿她当母亲侍奉 平日里常常到这边 来住上一段时间 所以以她的身份 给真娘撑腰 不成问题 老婆子既然来请你 自不可能甩手不管 你放心 王姨婆顶点点头 晚间 王宅主屋 出去 快来人呐 闯进来了 都打出去 卧室里 胡是一头一脸的汗 头摇摆着 猛叫着醒来 娘 没事 人没闯进来 表哥带人守着呢 外间正打着磕射的王婉儿 听到屋里的尖叫 连忙急步跑了进来 冲到她娘亲的身边 啊 没进来啊 对 用听表哥守着呢 强扬着 要做噩梦的 胡是好一会儿 才醒过山来 看清楚面前的女儿 那心才平稳下来 随后却不由地红了眼眶 自钱庄出世以来 不过短短的十来天 而她感觉 就好像过了十来年似的 刚才她又做了噩梦 梦见许多人冲进了家门 把她家里砸了 来冲着她要账 若是还不出来账 便要把婉儿和庆官卖了 这才惊叫着醒来 娘 你再休息一会儿 我去给你煎药 婉儿扶着自家娘亲 靠在床背上 娘亲的身子 真的是不太好 整张脸蜡黄蜡黄的 看着一下子老了十岁似的 怎么你去见 家里的丫头呢 胡适看着自家女儿 这没几天功夫 女儿可是瘦多了 灰州王家和外婆家那边来了好多人 都要有人照应着 我把丫头和妈子都派到他们身边去了 婉儿拿着手帕 帮着胡适擦汗 哼 听着婉儿说这话 胡适不由地冷横一声 这会儿 他心里还冒着火呢 这人哪 不经历一些挫折 真的是看不明白身边的人和事情 以前 钱庄红火的时候 王家和胡家那都巴结着 使劲地往他这里塞钱 就是想换点钱庄的股份 又或者安排点人进钱庄做事 那时候王家和胡家的人多好说话呀 任什么事都拍得胸脯响当当的 可如今 钱庄的事情一发 一个个就生怕受了损失 急慌慌的就嚷着要撤股 钱庄被封了 就只想着从家里先捞回点损失 虽然还没有完全撕破脸 但也着实让胡适有些心冷 你爹现在怎么样了 胡适又拉着婉儿问 爹还昏迷着 不过今天醒了一会儿 大夫说爹的病正在好转 婉儿微笑地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胡适连声地道 婉儿 你刚说你要去煎药的 你去吧 你娘这里 我照应着 这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妇人 进来道 好的 那麻烦大舅妈了 王婉儿点点头 又冲着胡适点点头 然后才退了下去 而这妇人正是胡适的嫂子 胡蒋师 往往而下去 胡蒋师便换了凳子坐在胡适的床边 胡适这会儿却是沉默着没有说话 她心里有些疙瘩 她姑姑 我知道 我们来撤股 你心里不痛快 可家里日子也难呢 你也知道 家里把钱 投资了不少在四方钱庄 如今四方被封了 家里也是乱成一团了 婆婆听到消息 也差点晕了过去 这实在是有些损失不起啊 再说了 如今由会商商会那边的人 出来主持局面 这我们就算是想撤股 不也撤不了吗 终归咱们是一根绳上的炸嘛 所以啊 我们还得同心协力 想法子渡过这个难关不是 那胡蒋师一坐下来 便语重心长得道 听着胡讲是这番话 胡适心里倒是好受了一些 大嫂 有法子渡过难关 你几个兄弟啊 都算过了 这个时候 钱庄不能倒 要是倒了 那损失就回不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让钱庄渡过难关 唯有在继续注资 嗯 灰山那边也是这个意思 这段时间 王四方出世 如今四方钱庄的事物 几乎由灰山那边的人接手了 实在是 四方钱庄里有着商会 以及各灰山的存款 可以说 这一次 四方钱庄的存亡 也关系着 南京灰山的存亡 其实本来 制造衙门那边出世 四方钱庄这边 也是苦主 而应天府衙门 之所以封了钱庄 一是怕四方钱庄 跟制造衙门有什么勾当 免不了要查 二则是 牵连着大量商户的存款 怕引起动乱 所以才暂时封了四方钱庄 关于第一点 胡适知道 四方钱庄跟制造衙门 除了正当的商业往来 是绝没有什么勾当的 当然 这里面说起来 胡适还得感谢 罗文谦这个外甥 当初因着文谦 跟李真娘定亲的事情 四方却找过文谦 本义是想缴了那门亲事 可反被文谦警告了几句 文谦让他舅舅 不要参喝到徐家的事情上去 再加上当年土地事件 徐家也是坑过韩乙贵的 也因此 王四方对徐家 以及他那边的事情 便也提了个心 今年 制造府那边 走了徐家的县 请四方吃酒 本来当时是想劝四方 代替当初喂百万的位置 直接接管生司的收购 可喂百万的下场 在那里摆着 再加上文谦的警告 所以王四方 没有答应直接出面 收购生司 而是提出 带钱给制造衙门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 四方钱庄 还是立身硬的 所以这几天 胡宗林和文谦 就带人在跑这个事情 只要这一点 能摆脱嫌疑 让应天府衙门 给四方钱庄解了风 然后再由各徽商注资 如此四方钱庄 就还有活路 徽商这方面的损失 也能降到最低 而以后 若是四方钱庄 经营得好的话 说不定 大家都还有转头 我知道 胡宗林他们打的是 这个主意 可你想过没有 到时若由着各徽商 往四方钱庄注资 那这钱庄 还是你们王家的吗 你家四方 跟胡宗林 斗了十多年了 结果斗到如今 就由着胡宗林 他们的人 占了四方钱庄 你甘心吗 不是就不是呗 我如今只想着 能过了这个难关 就成了 胡室叹了口气 这人强 命不强 有什么用 王四方 跟胡宗林 斗了十多年 他是清楚的 最后显然的 还是胡宗林 笑到了最后 你傻呀 你还有一张大牌 握在手上 不知道用啊 什么大牌 大嫂这话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外甥罗九啊 他身后可有一个 义后生前庄 还有关外的金矿 撑着呢 听说背后 还有张大人和七帅呢 是吧 只要他能全力相助 那还有胡宗林 他们什么事啊 大嫂 你真是异想天开 文谦心里 恨死我们了 这回若不是 钱庄关系 这灰上的存亡 若不是当初 他在石州 出了那点事情 四方出了把力 他欠了一份情的话 这回咱家的事情 文谦是碰 也不会去碰的 胡室叹着气 罗文谦的脾气 他清楚 你怎么这么想啊 当初罗九爹娘的事情 又不能完全怪四方 再怎么说 如今罗九 也就只有四方一个亲舅舅吧 敌亲的 再说了 你家不是还有婉儿吗 我瞅着婉儿跟罗九 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大嫂 你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 文谦跟李家姑娘早定亲了呢 胡室有些无力的道 他这会儿 烧还没退呢 大嫂劈里啪啦的 不着编辑的话 让他更有些头疼 定亲又怎么了 又不是成亲 我看李家那姑娘 跟罗九没缘分 要不然 这都要成亲了 怎么李老掌柜突然故去 这婚事又推迟了呢 我瞅着如今是个机会 这定了亲呢 也可以退的嘛 这个时候 有些手段也是要用的 倒不如趁着罗九这段时间 在家里照应 想个法子 让婉儿跟罗九 既成事实 到时一闹大 那李家岂有不退亲的道理 大嫂 胡适叫自家嫂子的话 给惊到了 同时心中也有了一股子怒意 他大嫂这是把网儿当成什么了 他贪财 他也势力 还有些虚荣 可不管再怎么 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网儿和庆儿 而如果按大嫂这般做 那网儿以后 还怎么在人前抬起头来 本想反驳自家大嫂的 只是这会儿胡适叫心中的怒意一冲 头更晕了 娘亲 药煎好了 这时 网儿端着药进来 脸色有些白 端着药到床边 却是看也不看胡蒋氏一眼 而随他一起进来的 还有王家姨婆 他们之前就在外面 把蒋氏的话 听得一清二楚 这会儿 心里自是憋着火了 王姨婆一进门 那刀子似的眼神 就直弯着胡蒋氏 你再好好想一想 我先走了 胡蒋氏被王姨婆看得有些心虚 低声地跟胡适说了一句 又冲着王婉儿说了句 好好照顾你娘 便陶冶似的出去了 娘 你可不能听大舅妈的 看着蒋氏出去 王婉儿捧着药碗 红着眼眶 一脸委屈的道 放心 娘不傻 以前一些事情看不明白 如今还能看不明白吗 再怎么 文谦救你爹一个舅舅 他怎么着也不可以眼看着家里倒 娘饭不着 娘饭不着再陪上你 胡适有些虚弱的道 你明白就好啊 你娘家那边人 还不就是怕油伤会的人出面打礼后 没了他们的好处了 这才蹿跌着你打罗文谦的主意 一边王姨婆道 虽然他一向没有罗孟真的眼光 但到底也活了这一把年纪 这些事情又岂有看不透的 胡适点点头 一边往往而为他喝药 对了 我刚才去了李家 请李真娘出面来管理家里的杂事 这段时间哪 你就安心养病 王家胡家的人你尽量少见 王姨婆又冲着胡适道 李姑娘答应了 胡适有些惊讶 之前她对李家可不怎么样 对着李真娘更是有成见 所以王姨婆说去请李真娘 胡适并不看好 毕竟如今她家可是个坑 这时候来管家 那就是个得罪人的活 那丫头大气 胸有秋鹤呢 莫小看人 王姨婆美好气地说了句 胡适微微点头 心里有些感触 过去倒是她和四方 这做长辈的没做好 蒋氏回到屋里 心情有些烦闷 再加上正是长下数天 长夜漫漫的 便拿了把团扇 在廊道上走来走去 胡家大嫂 怎么样 说通了吗 这时住在隔壁院子的王炎氏 走了过来 压低着声音道 之前胡蒋氏跟胡适的提议 正是胡王两家人 共同商量出来的 蒋氏去找胡适 王炎氏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这会儿见蒋氏回来 自巴巴地赶来问情况 而王炎氏正是王家的二房大媳妇 王四方这一房 是王家三房 只不过三房夫妻早王 两兄妹最后由王姨婆带大 而自王四方在南京发财了之后 王家也投了一笔钱 到四方钱庄里面 到如今 这一笔钱就成了王家最主要的收入 只是如今眼看着这笔钱 就要打了水漂了 甚至可能还要背上一身债 王家人也是着急得很 正好胡家也是相似的情形 干脆的 两家就商量了起来 最后想出了那么一个 保全四方钱庄的法子 再加上胡蒋氏 毕竟跟胡适亲近一些 因此便由胡蒋氏去找胡适说 只是看着蒋氏的表情 似乎不太顺利啊 我正说着呢 你们家那姨婆和婉儿就回来了 我瞅着你们家那姨婆的表情 这事怕是没戏了 蒋氏摇摇头道 别说了 我家这姨婆也不是太省心 王严氏也是没好气得到 这回四方钱庄出世 王姨婆就是一心护着王四方这一方 他们大房二房的情面就全不顾 也不就是仗着岁数大 居然还管着王家的事情 也不想想他到底是嫁出去的女儿 这般没轻没重 王严氏说着 看着蒋氏烦闷的样子又问道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蒋氏看了王严氏一眼 我倒是有个想法 不过说了你就听听 不乐意呢 就只当我没说 别生气 什么法子 你说 我瞅着 清姐倒是不错 模样也周正 胡适既然不愿意婉儿出面 那不如你就让清姐出面 若是清姐能跟罗九成了好事 那这四方钱庄可就是你胡家的了 胡青姐是蒋氏的庶女 娘亲早亡了 一直是蒋氏养在身边的 平日相待也是不差 这回是跟着蒋氏一起过来 主要是陪陪婉儿 你说得倒好 你怎么不让你王家的人出面 蒋氏没好气得到 清姐虽然不是她所出 但到底是胡家的女儿 这种事情做起来 总有些没脸没皮的 而王延氏的打算 她心里也明白 只要有人顶着 不让钱庄倒闭 那王胡两家 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两家在钱庄的股份 也还能保着 以后每年的收入 也不会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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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新闻